七点半到九点 可是呢 现在已经拖了半小时了 我们要请他上到九点半 还是到九点呢 九点半 如果请到他来 绝对不能放过他 不是啦 绝对一定要把他的时间 用到淋漓尽致 首先我要介绍这一位呢 玉树凌峰 雄壮威武 魂子彬彬 他是谁 因为我们年纪比较轻 所以他演的戏我都没看到 我不知道 他演过他技工 杰工 技工师傅 好像都说事情 还有刘伯温 还有呢 大爱剧场 还有台湾龙卷工 以及台湾霹雳火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 这样你比较年轻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 陈温森讲师 今天非常高兴 这个同机会 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来到现场 跟所有的贵兄贵姐 跟所有的贵兄贵姐 共同的来做一些探讨 那在这里呢 我首先谢谢啊 我的好朋友 蔡美玲小姐 刚刚这么平时又贴切的引言啊 完全是把我的优点表露无疑 非常感谢 那同时呢 也谢谢我们的柯主委 然后呢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来跟大家 你不要说是上课 其实 从今天到这里报道 到现在为止 我告诉你们 这一段时间 才是真的让你们放松的时间 让你们不再害怕的时间 就在这一段 所以啊 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 好不好 好 你们千万不要当成在赏课 我只不过是跟你们 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跟我的心得吧 那刚刚呢 我已经先自我介绍 我叫陈文山 在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呢 报告一下 非常抱歉 为什么我今天戴着墨镜 并不是我想耍帅 当然我也不是萧皇旗 好吗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叫邦文山的 邦文山 他现在都在帮周杰伦写歌嘛 但是这个陈文山呢 最多只能帮周伯伦写 那还好太粗愈了 这开开玩笑了 不过呢 实际上 我先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呢 我在出国的机会当中呢 偶然的 学到了一个 魔法 什么魔法呢 这个魔法我相信啊 大家把它学起来 日后啊 你们一定会受用不求 首先呢 我要请各位 拿起你的笔 在你桌上 桌上 空白的尺帐部分 当然是没有用处的部分 请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 笔姓臣 耳东臣 文山 包种茶的文山 你话不多 应该很好写哦 大家都写好了吗 都写好了吗 哦 我怕大家吃过晚饭哦 要坐这么久哦 就比较想睡觉 没精神 那现在已经写好我的名字了 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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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 念一遍我的名字 同时 同时 在后面加上 我爱你 来 陈文山 我爱你 太小声了 再一遍 陈文山 我爱你 你以为 现在台上这个人好自恋 很抱歉 其实我刚刚只是为各位做了一个主持人的示范 什么示范呢 其实一个主持人在台上他必须具备什么 他具备领导的能力 因为他必须要带领大家走上你今天希望走向的目标 所以 所以 当你在台上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自信 自信自己可以带领的大家走向你要让走的方向 同时 同时 人类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 当我们在群体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 通常 只有极少数的人 通常多数的人都会主动配合团体的行动 所以 当我们在面对群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位置 永远就是大家视觉的焦点 所以呢 大家 如果在上台之前 你会紧张 你会害怕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坐在台下的人 其实跟你一样简单 就像说 陈文山我爱你 这么简单 但是你要勇敢的说出来 为什么 主持人 经常是要带领的 可是 要带领别人之前 要先学习什么 配合 一定要先懂得怎么跟别人配合 因为当你有一天在台上的时候 你也要领导同时你也要配合 配合什么 配合今天全部的 计划 计划 让今天的活动 或是今天的这个目的 都能够顺利的进行 同时可以很成功 这一切都掌握在大家的手上 可是其实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就像过着麦克风一样简单 只要把麦克风拿住就行了 所以千万不需要担心跟害怕 我想我是到台下来 好 而且我记得 上台 你在手上写些什么加油啊 成功啊 把它紧紧握住 其实都不用 只要记得 你姓什么叫什么 记得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太紧张了 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 那就真的忘了 如果你记不得这个名字 接下来要介绍的 我们欢迎 我们大家长 大家长 尴尬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紧张 其实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刚刚我看了几位在台上 虽然没有错 有的可能会因为紧张 而有一点点的螺丝眼 或者是笑容比较佳一点 但是你可以发现 多数的共通点就是 当他在念 在说的时候 他都OK 可是当他要接受最后的讲评的时候 你看 几乎每一个脸都是红的 为什么最后才脸红 为什么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要面对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评价的时候 通常才是最紧张的 真正在做事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紧张 没有什么好紧张 对不对 你也是照着行程 然后照着流程 在进行一个活动 所以没有什么好紧张 所以通常我们在台上 这个心理的状态 往往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开始我和各位谈的就是 身心灵 身心灵 为什么跟大家谈身心灵 这个不是禅修 也不是跟大家谈论宗教 但是一个组织人在台上决定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身心灵 而且是第一门功课 说不定很简单 第一个身 身是什么 身 身体吗 当然没有错 是身体 同时也包括了仪态 仪态是什么 在过去军阀时期 仪态就是现在的小三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不是小三 而是呢 大家在台上的时候 你的穿着 你的肢体语言 为什么 我相信大家在教材上面可以看到 在台上的时候 要像个名模般的耀眼 其实我今天像不像名模 像 像吗 像 不像 像 像 我要听到一点掌声 好 掌声通常是很重要的 它除了可以帮你消除紧张之外 还可以增加你的自信 所以 当你在台上的时候 偶尔要一点掌声 并不丢脸 同时呢 这个 当你在跟大家要掌声的时候 也可以让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再次集中 要不然有个人会因为活动的时间太长 他可能会有点被疲劳 或者是呢 注意力开始不集中 要一点掌声可以帮助大家把注意力再集中 这并没有什么 然后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声的部分 就是你的穿着 你的穿着搭扮 并不是说一定要特别的华丽 或特别的出众 只是你一定要配合活动的内容 做适合的穿着搭扮 就像我刚刚到了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穿着牛仔裤跟皮外套 那我要来上课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换一套衣服 这个 合宜的穿着呢 它除了 让你可以在活动当中 显得非常的融入之外 同时这也是你对活动的一种尊重 你必须要尊重活动 你要先尊重活动 活动才会尊重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注意 那至于说仪态上 我很清楚 在我们同济会 有相当多这样子专门的老师 包括我们蔡美玲 我们的蔡美玲慧姐 也是对于这个美姿美宜相当有研究的 同时也呼应我们之前徐峰梅老师 跟我们上的舞台上的这个 给自己语言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呼应 但是我在这里就不多琢磨 因为这个专业的课程 我们有给专业的老师 再给大家来上课 我要直接跟他谈的是心 身心灵里面的心 心是什么 心是你的心灵状态 那你在台上的时候 必须具备什么心灵状态 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台上 我就是今天的主角 虽然你有错 底下有相当多的大人物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句话 见大人 则彼之 见大人 则彼之的意思是 不是说看不起那些大人物 而是 当你遇到大人物的时候 你并不要自己 先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了 因为里面他一样都是人 只是或许我们他在成就上高低的不同 但是 当我面对所有大人物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见大人则彼之 第一个你就不会再慌张 不会怕说会不会在大人物的面前 我把事情搞砸了 你只会有更多的压力 会让自己更害怕 所以一定要记得 见大人则彼之 同时呢 你在心理状态上面 你一定要不停的鼓舞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今天活动的成功与否 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 同时呢 你能够带给大家什么 也都是由你来决定 所以你在心理状态上 一定要做非常好的建设 不管你今天到那个地方 所有的人你认识不认识 先把他们当成你的家人 当成你的好朋友 你就不会紧张了 我们可以爱一个陌生人 那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爱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在心理建设上 你是爱每一个人的 你是喜欢每一个人的 你在心理建设上 有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你在开上你就不会害怕 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 心态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进阶掰 一定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为什么要站上台去主持 你为什么要当司仪 一定都有你的理由 对不对 请问这位逻辑人 慧兄 你为什么想要来上进阶掰 赚钱 赚钱 说得非常好 好 我们过月儿 慧姐 你为什么想要来上这个掰 爱谢 爱谢 好 不管是为了赚钱 或是为了爱谢 大家都很清楚 你今天想要来上这个掰 上这个课 你的目的是什么 都很清楚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都觉得是OK的 是OK的 但是你既然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课 你为什么要当司仪 那你就必须要把 司仪这件事情做 所以相对的 司仪在某个程度来说 是各位的另外一种社会成就 同时呢 那主持 当一个好的司仪 你也一定会是一个 很善于做人际关系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爱大家 你热爱服务 所以你才愿意 站在台上那么久的时间 为大家服务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赚钱 又给爱人 那就更好 会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先谈一谈灵的部分 灵是什么 灵 我们可以说 它是灵魂 灵魂 灵魂 灵魂也说 灵魂跟心 不是一样吗 当然 我们都常说心灵心灵 可是呢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就是 灵 又要比心更高一阶段 为什么说到高一阶段 今天 我们会用心 去做好心理建设 我们会用心 去想好 整理好 今天所有活动的行程 我们都会用这个心 去做这些工作 但是我什么要点 因为谈灵呢 灵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 就以灵魂的部分来说 但我们在台上 如果 如果 我今天 是灵魂的 东海真意 顺多人 不求你 顺多人 什么要求 求 求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 只是想把事情做完 如果 我只想把事情做完 我就没有感情 那我的感情来自什么 来自于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呢 是当我在台上 主持的同时 另外一个自在的自己 什么叫自在的自己 可能今天 我们大家都有 节目 这个流程 或者是活动内容 甚至是时间的压力 你必须用你的人 你这个躯体 去配合这一切 来做主持 同时你会用你的心 去想 我待会怎么样进行活动 怎么样进行每一阶段 如何把每一个部分都安置好 你用你的心 然后 而你的灵呢 你的灵就是那一份自在 不管 你面对了多少的压力 你在灵魂一定要是自在 快乐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台上 如果你已经很累了 而且你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你还必须要在时间内 把一切都顺利的搞定 这个时候 你还是需要 让自己的灵魂是自在跟快乐 因为只有你的灵魂是自在快乐的时候 你的脑筋才会清楚 脑筋才会清楚 你的脑筋清楚的话 你的反应才会灵活 如果 如果你一直把注意力都放在行程上面 然后 你很容易会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说 怎么样让现场的气氛 还是轻松的进行着 当然 当然 除非你主持的 是比较特别的场合 比较特别的活动内容 可能 好比今天我们去参加盖琴 那当然 大家就不需要 一定要表现出轻松愉快 因为那种场合不适合 但是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不管你今天在台上 你组织的是什么样的活动 可是你在灵魂一定是要自在的 这样的反应 才会灵活 因为当你碰到一些 在行程之外的事件 你才知道 你该怎么样 当下就做反应 而不是 只是脑子里面 只记着那张行程表 或是活动的内容 因为这样子会影响了 你在台上的时候 谢谢 谢谢 客后是吗 客后地理在哪里 以最热的掌声 再次来 谢谢 没有关系 那个陈奖师 我们读委是对的 没关系 来 跟大家报告一下 陈奖师有参与过我们同机会 他知道呢 颁奖人应该站在右边 受奖人应该站在左边 所以说 他现在是受奖人 但是跟陈奖师报告一下 因为您是我们的贵宾师 讲师 我们的柯主委 为了尊重您 所以说呢 他现在是由这边来姓名的 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必须要站在左边 也是代表对你的一个尊重 现场再度一掌声 来感谢我们春奈师 谢谢